這太明顯了 摸一摸車蓋感覺像覆蓋一層厚厚的紗 擋風玻璃更是明顯 看到愛車被弄髒 車主心疼又傻眼 再看看旁邊的車子 居然也出現同樣狀況 就是有顆粒顆粒出的 今天紗也才發的 昨天才發現的 趕快來看就對了 結果就發現這樣子慘狀 對 蠻慘的 密密麻麻的白色斑點像飄雪般散布在車蓋上 受害車主還真不少 他們的車子停在金門水頭碼頭 卻發現噴漆弄髒全車 停車場裡恐怕有超過七十臺汽車遭到波及 原來這些噴漆是來自一百公尺旁的水頭港 旅客中心建案工程 這個是噴漆的作業 金門這邊的那個氣候狀況條件 也就成這樣子 因為趕風 所以導致這個情況發生 然後我們永青這邊 就好這邊公司這邊也積極地在處理 而且我們這個要正朝北風 這邊是正北嘛 所以一定往內吹啊 受害車主們陸續到公務所登記 以利後續賠償和車體清潔 金門縣港務處也立刻發文 向車主致歉 廠商將負責到底 每到冬天金門的風勢強勁 如今因為新港區的工程 導致民眾愛車受損 下次開工廠商除了自身準備 恐怕還得先看好風向 早點公告就怕再出狀況 華視新聞李文明 張若平金門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謝謝大家